67岁的李善长娶了个16岁的黄花大闺女 举办婚礼的那一天 整个杭州城都轰动了 土豪相声蜂拥而聚 几乎快要把他的吴王府 门口都要给踏破了 就连当朝宰相胡卫庸 也赐马狂奔上百里 专程赶来为他祝贺 胡卫庸啊 连你都来了 我也就不必亲疏了 凌儿 给大人们上茶 看着新夫人相貌平平 体格方面还颇为健壮 胡文雍一时也懵了 堂堂的大名首任相国 难不成就这点眼光 于是便有了开头 询问新夫人年龄的对话 对你吗 我得实话实说 16年 一听他才年方二霸 聪明的胡文雍瞬间懂了 原来罪翁之意不在酒啊 这个